2024年备受期待的韩剧《类之女王》 由金秀贤、金指缘、宋忠基等知名演员领先主演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剧集的编剧朴志恩 即便你不知道他,那也应该知道他创作的 来自《新兴的你》、《爱的破将》以及《蓝色大海的传说》 他的出现绝对会让最近低迷的韩剧市场再创热烈话题 话不多说,故事开始 韩国最大的财阀千金和百货公司的员工 举行了一场世纪般的婚礼 在所有人眼中,他们应该有段令人羡言的感情 回忆起五年前,洪海仁以实习生的身份到百货公司工作 贤宇看他是新手,什么也不会,经常出手帮忙 海仁自信以为是他太漂亮,贤宇想先殷勤罢了 殊不知贤宇只是担心他踹坏打赢机会被开除 贤宇做过很多实习和兼职,甚至在大企业工作的机会难得 看海仁一脸不屑的模样 还耐心地教导他端正工作态度 虽然海仁仍然不以为意 可心里还是记下了这个奇怪的人 长久相处下来,贤宇对海仁产生了感情 一脸郑重地说 之前是怕海仁有负担,所以才没告诉他 不过现在是时候了 其实他是从首尔大学毕业的精英律师 家里养了近35头牛 现在住的写字楼还是全年租,超有钱的 只要海仁跟了他,就算以后被公司解雇 也能继续让他衣食无忧 还特意提了一嘴,千万不要有负担 说把家手里的预算递给海仁 自己淋雨回家 根本没听见海仁那句,可为有刺激 直到后来有一天 咸鱼躺在家中 一架直升机停在村子正中 伴随着漫天的花雨 海仁踩着高跟鞋走出直升机 咸鱼看着他,待了好久 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冲上去和他紧紧相拥 那个时候的海仁就仿佛仙女一般 记者问贤雨,现在就不是仙女了吗 他才紧张地回答,一直都是 说是这么说 其实婚后生活差得要命 在公司里,他们互不搭话 饭桌上也隔着几米远 贤雨都在旁上要离婚了 但好友们都不敢和财阀作对 没有一人敢接下这些离婚官司 他们好奇 拥有让全韩国男人都羡慕的 神刺般的命运 为什么会想着离婚呢 理由只有一个 喊人是疯子 前一年百货公司的销售总额 只有8800亿韩元 距离加入一兆俱乐部的要求 差了1000多亿 眼看对手公司就要加入俱乐部 韩人决定将阻碍销售额的害虫 全都扫地出门 但有几处柜台 已经投资了约5亿韩元的设备费 近期为了改善大型流通业者 欺压进住者 又修订了法律 省缩的可能性很低 一旦被改走的柜台下媒体爆料 百货公司将险余不利的经地 这种做法 贤宇下来的是不赞成的 爱和喊人太强势 他也无可奈何 两人之间 不管是工作还是感情 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贤宇犹豫了好久 总算下定决心 打印处理婚文件 可再次见面 竟然是家族会议 根本说不出口 在这个家 他可算是受够了 小辈们一有事就找他 岳母太强势 要求两人立即备孕 生下孩子后 贤宇正要去波士顿攻读MBA 岳父甚至都给他们定下目标 要生一个女儿 名字都想好了 叫秀斌 还有随母系 两人感情不和 这种情况下 生孩子根本不是明智之举 更何况还要让贤宇一人出国 但喊人根本不关心 满脑子只有工作的事 为了维持两人的公众形象 还非要举办夫妻专访 用撒谎来证明 他们的感情有多美满 不过每次弟弟秀哲 对贤宇出言不逊事 喊人都会出手教训 反正自己的老公 就只有自己能欺负 贤宇和好友一起谈心 几杯酒下肚醉得不成样子 后悔因为自己太可爱 吸引了海人 从而嫁进豪门毁掉人生 说着说着竟然哭出了声 喊人害怕他乱跑传出绯闻 安排了几个保镖日夜跟踪 贤宇的一站一坐 他们都得紧盯 这种金丝雀的日子 真是彼此还难受 他一路往回走 一边走 一边放声高歌 看到身后两个跟踪技巧 并不高明的保镖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夜深 寒人没有入睡 听见贤宇回家的脚步声 两人都面对面站着 中间接隔了一扇门 他们看不清 也摸不到对方的心意 缓缓伸向门把的手 又都在深思熟虑之后 默默放下了 寒人回到床上 看见贤宇的照片 他在想些什么 外界的律师嘲笑贤宇没有自尊 天天为了家族的亲戚擦屁股 寒人的鼓鼓离婚三次 每次离婚都要把傅家揍一顿 成了监狱的常客 大言不惭地说 离婚根本不存在和平分手 必须得死一个他心里才舒服 几天后 到了寒人祖母的祭日 家中忙里忙外准备祭祀活动 身为律师的闲语 又要化身成家里的主厨 不过家里每个女婿 带有都一样 什么建筑师 化学师 都只能在这里浪费才能 有的女婿不禁感慨 她可是第39代单穿 也不知道母亲看到她 十秒就能穿一穿肉穿 心里会不会高兴 红家的直系亲属们 什么也不用做 打扮得美美的就好 寒人妈坚持让母女士 穿上韩服 公公和红会长 气势汹汹走下来 给母女士撑腰 寒人妈顿时吓得闭了嘴 看着母女士 又恭顺地答应公公 愿意穿上韩服 便脸极快 寒人妈震惊地说不出话 也难怪母女士 深得公公的心 真是个高段位的女人 祭祀活动刚开始 刹那街 蜡烛熄灭 电闪雷鸣 姑姑身装打扮出现在众人眼前 她直接端起机子台的碗一眼而尽 转身指责父亲 她不过是踢了几下小三 父亲怎么就忍行 将她送进大牢 还让把母亲气得心脏麻痹 死掉的某女士进家门 大闹一番之后 她有一巴掌 打下凤酒的袖折 想起母亲 就是因为某女士 才变成酒鬼 气得破口大骂 直到舅舅告诉她 母亲是因为家族 遗传的心脏麻痹才死掉 不关某女士的事 这场闹剧才终于结束 洪会长的另一个儿子回家 却迟失不肯进门 会长坚持认为她是在作秀 不愿接受不孝子的心意 这次都结束了 洪家的女婿一个都不能走 贤宇还要充当岳父的助理 在旁待命 集团赵理事提出辞呈 岳父深感背叛 让贤宇找出他的违法证据 让他身败名裂 贤宇觉得 赵理事为集团奉献几十年 仅是因为辞职 就要断了他的手脚 是否太不公平 可看见岳父脸色见差 他之后闭了嘴 同时也担心 如果自己说了离婚 会不会遭到同样的对待 贤宇的压力越来越大 已经到了要靠心理咨询为止的地步 每天都要跟家族的人待在一起 任何节假日都不能缺席 可以说一年365天都没有自由 身为女婿 还要包办所有事项 比996工作还要残酷万倍 对了 喊人还是贤宇的上司 岳父又是喊人的上司 岳祖父 又是岳父的上司 想起来就头皮发麻 结婚前 喊人承诺 绝对不会让他流泪 真是个大骗子 但是离婚有可能会死 不离婚又生不如死 让人难做 医生也只能开几副抗抑郁药 让他好好调理 送走行与后 医生给妻子拨去电话 感慨自己真的太幸福了 美容院院长格瑞斯四处吹嘘 和红家的关系无敌好 可喊人每次见到他都是爱搭不理 格瑞斯为了在好人面前撑面子 装出一副很熟的样子 喊人直接开队 让他保持距离 结结实实地丢了人 他在心里酝酿了复仇大计 找到贤语 表面假装打听诉讼的问题 按戳戳提示 喊人立过婚前遗嘱 家里的每一分钱 到最后都不会留给贤语 据说还写得非常严谨 喊人这种行为 根本不是找丈夫 而是在找听话又好用的长工 这些话 贤语听进去了 从那以后 他更抵触海人 对方的邀约全都无条件拒绝 贤语把守龙头村的村长 开个耕耘机陷进地里 都还要等妻子来给他解决 他在村子里的人际关系不错 正在想办法连任下一届村长 用他的话来说 贤语岳父家在经济上是韩国的支柱 他也要在村里占据政界要职 才能维持两方的平衡关系 贤语一个人回了家 品尝着母亲的味道 这种感觉真是再享受不过了 解决对洪家有很大的意见 平时不回来就算了 父亲的六十大寿都不参加 可当所有人听说贤语想离婚 又改口说六十大寿也没那么重要 反正不要离婚就对了 父亲以为是两人间没有了爱 一时嘴快问道 你以为我是因为爱你母亲才结婚的吗 这句话一出 矛盾瞬间转移 姐姐指责贤语太自私 当年父母卖掉牛 不肯让姐姐读书 都要送贤语去十二大学 瞎扯 他上不了大学 只信因为出席率不足 姐夫苦口婆心地说 自从你嫁进洪家 父亲开心的每顿都要吃一碗汤泡饭 也是瞎扯 父亲本来就爱吃泡饭 反正不管怎么说 贤语已经下定了决心 他拿出那张离婚协议 鼓足了所有勇气 敲敲房门后正准备开口 喊人却率先一步打断 说了一个更加震惊的消息 他患上癌症 只剩下三个月左右了 贤语真正要说的话 到最后都没能说出口 取而代之的是一句 我爱你 没有你我根本活不下去 可当喊人提出 古代有种方式叫殉葬 贤语傻笑着说 其实他也不是非此不可 早在白天时 喊人接到医院电话 想让贤语陪他一同检查 当时贤语正在生气 拒绝了这个要求 去哪儿都无所谓 干什么也无所谓 反正不跟喊人一起就好 喊人的脑袋里长了肿瘤 刚开始 只是偶尔头痛 后来经常会忘了 自己在做什么 或是什么时候到了这里 本来前一天 取消了所有行程 要去赴贤语的约 可他完全忘了 等到助理提醒 匆忙赶去 贤语早就离开了 病情很严重 脑瘤细胞在脑神经之间 如物般扩散 孽叶之边尤其严重 就是因此 它才会出现丧失记忆的情况 这种疾病很罕见 可以说是全国第一例 不能靠药物治疗 都不能接受手术 目前没有经证时的 可靠医疗方法 就连海人这种附加千金 都只能等死 海人这辈子从不吃素食 和垃圾食品 也没喝过碳酸饮料 严格控制饮食 每天早上冥想 晚上瑜伽 从出生到现在 都活得小心翼翼 实在想不到 他是怎么患上 这种罕见病的 完全没道理啊 嫌疑对检查结果也惊讶不已 甚至担心自己晚上 都睡不着觉 才怪 他白天差点起不来 一想到自己马上要自由 还开心地哼起了歌 得靠表情管理 才能表现出 昨天那种悲伤的情绪 费了好大劲 比AK还难压的嘴角 才压下去 海人一向准时 今早竟然赖床了 嫌疑轻轻拎起他的衣袖 看着他自然落体 死了 不会吧 嫌疑俯下身 听他的呼吸 看到睁开眼的海人 不知该怎么解释 干脆吻了下去 然而一同去医院复诊 寒人反复提醒 这件事情要对所有人保密 红家的竞争太激烈 一旦让他们知道 寒人身体不行 肯定会大肆争夺 寒人的财产 他在这个家的地位 等于直接出局了 弟弟秀哲一大早 就被爷爷传唤 想来是因为他之前 对爷爷夸下海口 推出纽约咖啡品牌的合作 一定会成功 可由于不可抗力 生意失败了 妻子劝他那是爷爷不是阎王 大方承认错误就好 秀哲刚见到红会长 恭恭敬敬地表态 可会长要说的是 秀哲的公司多缴了80亿税款 财务里失失妻子的堂哥 要不是贤予的法务团队 及时发现 钱就打了水漂了 现在会长又知道 咖啡的生意失败 更是气不大一处来 怒骂秀哲连喊人的 一个脚趾头都比不上 他差点心梗 直接倒在了地上 母亲前来探望 秀哲反而怪贤瑜做事又好又谨慎 丢了80亿而已 又不是什么大事 复诊结果和上次一样 喊人只剩下三个月时间 他不想再听 急身离开医院 经过大厅时看到坐在轮椅上的女人 难道剩下的时间 他也会变成那样吗 母亲找到公司心事问罪 喊人说最近出了件大事 没工夫管他们 母亲怪贤瑜把秀哲逼的恐慌症发作 没有问喊人到底是什么大事 反正他从小就很能干 大事小事自己都能解决 喊人也坚定了想法 绝对不能透露生病的事 好友下定决心 要帮贤瑜接下离婚诉讼 他可是为了极端友情 都愿意奉上一生的前途 贤瑜放弃了离婚的想法 但这里人多眼杂 不方便解释 约好友到停车场再想谈 然而就像卧底街头一样 贤瑜摊出车窗 想耍帅 还差点被掐住 得知喊人患上绝症 好友反而为他庆幸 如果贤瑜提离婚 肯定会被赶出来成为穷光蛋 但现在不一样了 即便喊人立本婚前协议也没用 只要提起诉讼就可以了 除非喊人写在了遗嘱上 好友的嘴真是一说一个准 喊人的婚前遗嘱还真就这么严谨 他出了一个损招 反正还剩下三个月 只要尽力获得喊人的好感 让他修改遗嘱不就行了 贤瑜大怒 我是什么很现实的人吗 没错她是的 第二天就捧着花献殷勤 还订了餐厅准备的惊喜 没其名誉庆祝结婚纪念日 一逃下来 喊人都差点不会了 家里的餐桌足够12人用 然而平时隔着几米远 贤瑜专程坐在喊人身边 还亲自给他剥香 摆成爱心的形状 搞得家里的佣人都以为 这需被夺舍了 集团看会时 喊人喝水呛到咳嗽 贤瑜也第一时间到他身旁安慰 又招呼身边的人 赶紧叫救护车 绣着衣服自作聪明的样子 没什么大不了的 反正待在他那魔鬼姐姐身边 一切的好都是为了生存 喊人的秘书倒是挺无语的 要不你俩还是继续吵架吧 贤瑜姐在龙头村开了理发店 老顾客时不时上门照顾生意 八卦说谁家的谁又离婚了 姐姐听着 心里一着急 差点把顾客的头给拔脱 迷眼人都看得出来 她肯定生气了 贤瑜是12大学高材生 要让她对别人被公欺欺是有些为难 可现在谁身在社会不得低头 相比起来 在富豪家里低头反而是享福 父亲也觉得 看来平时他让她养尊处优了 按照惯例 今晚又是家庭聚会 母亲指出百货公司新店 盖在她的地皮上了 明天就会发律师汗给害人 这件事 母女俩很早前就商量好了 现在突然提这一茬 只可能是母亲 还在计较贤瑜告密的事 贤瑜打断岳母 表示会尽快提出 打遍状聘告知哄会长 说完后带着寒人离席 这是她嫁进洪家野来 第一次打断兵顶庄岳母 寒人反而觉得很可疑 对她来说 传来的关心比草都清减 其实三十年前 两人之间并没有这么冷淡 寒人和父母大吵一架 大致生计和闲语求婚 证明彼此肯定是有感情的 这就好比一个学会游泳的人 即使后面很久都没下水 再掉到水里侦然会游泳 你以为忘了 可你身体的肌肉会记得 爱情也是一样 两人以为彼此间没了感情 但如果重新去爱 他们的心肯定也会记得 一辆豪车在礼堂前停下 一脚踹开车门的腿 分明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姑姑 随着大门推开 海上的亲人傻了眼 原来男人就是姑姑的前夫 而他的现任妻子 则是姑姑的前人秘书 之前姑姑承诺会放他们一马 前提是滚出汉国 两人违背了诺言 姑姑可算是找到发泄口了 为他擦屁股的又是闲鱼 姑姑叫嚣着还没来得及 好好侮辱那对狗男女 咸语提醒 再闹下去可能正要坐牢到60岁 那还是算了 姑姑委屈得好几天没吃下饭 红会长惊疼女儿 一声下气地劝说 还为某女士说好话 人家不要名分不要钱 怎么姑姑就容不下她呢 能让红会长另眼相看的人 在这世界上并不多 某女士这人肯定不简单 但跟在红会长身边 到底是真情还是假意 也只能等以后揭晓 喊人妈对喊人紧紧相逼 不只是一味嗅者 事情还要从几年前 死去的红秀丸说起 当时丈夫和父亲都劝他算了 直到现在 他都不知道真相如何 每一天 法复都困在了秀丸死去的那天 贤语又一次找到医生 医生看了30年脑科 也有遇到不少重症病人 奇迹般活了下来 贤语特意查了脑流的资料 医生说的没错 有的人被判定只剩3月 最后却活了30年 有的甚至睡一觉起来 肿瘤就消了 医学都无法解释 喊人回家时 贤语已经趴在电脑前睡着 看见网页记录 喊人的心稍稍有了触动 原本怀疑贤语对他的好 只是作修或是同情 甚至还在想 如果他死了 贤语会不会更高兴 可没想到 贤语私下也没忘记 关注他的病情 听到医生下的病危通知后 喊人一直故作坚强 以为没有人在于他的死活 现在不一样了 至少还有一个人 希望他能活下去 虽然贤语心理 并不是这么想的 秀哲的妻子 为80亿的事感到抱歉 为了弥补 他的哥哥打算 引进一个人 给秀哲认识 那个人是美国韩桥 尹胜 掌握着中东石油资金 规模最少有塑造韩元 谷谷拼命想引进的海勒奇纳 就是由他促成 在首尔开设了 亚洲第一家旗舰店 据说 他和直路部会长 赫尔曼关系很好 竞争对手嘲讽海人 这么重大的聚会 就只有他一人前来 会被人瞧不起 赫尔曼会长 也不会选择 跟伴侣关系不好的合作人 海人躲进厕所 临时打电话通知贤语 可他正在开庭 戳不开身 竞争对手又找到机会嘲讽 说结婚就是要找 门刀户对的伴侣 向他 结婚四年 从没和丈夫争吵过 旧哲夫妇提到的隐胜 和海人是老相识了 如果不曾认识贤语 或许两人的恋情 还不会结束 被对手嘲讽 犹豫就是 海人的处境很尴尬 好在关键时刻 贤语及时赶到了 现在轮到他在对手面前炫耀 光是看到贤语的脸 都会很高兴 也不知道对手 面对丈夫的时候 是怎样的心情 银圣主动向贤语打招呼 友谊提到和海人的恋情 没想到对方根本无所谓 按常理来说 一般就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绝对的信任 要么是完全不在乎 隐胜明锐察觉 肯定是后者 贤语在洗手间不满的都娜 有本事就努力追求 驱走海人 解救他的人生 炫耀以前的恋情有什么用 说是这么说 可当他真看到海人和隐胜 站在一起 心里也是真的不痛快 秀哲一直找不到 和隐胜见面的机会 妻子只好求婆婆施压 让他说服海人 带隐胜来参加家族狩猎活动 作为交换 递递诉讼的是他可以放弃 活动那天 全员出席 红会长也亲自到了现场 姑姑拿起枪 对准谋尼士 眼里的杀业都快藏不住了 就是担心会发生这种误伤事故 每个人都立了各自的不劣路线 红家每年都会举办狩猎活动 锻炼本能的判断力 和冷静的决断力 海人次次争先 就是为了证明他最具潜力 这次当然不会例外 没多久 咸鱼和海人走散 意外遇到了隐身 这里并不是他的路线 擅自闯入肯定另有意图 海人在捕猎途中又犯病了 不自觉朝着森林深处走去 一头野猪急速向他奔来 瞬间 和咸鱼相处的画面 像走马灯般闪过脑海 等他回过神来 咸鱼已经挡在身前 为他解决了危险 这一刻 让他再次有了恋爱的感觉 直到这时 前男友隐胜才姗姗来迟 看着两人手牵着手 大摇大摆地离开 吃了憋一样难受 海人不小心扭伤脚 咸鱼贴心地将他抱起 咫尺之间 鼻子的呼吸都交缠在一起 气氛瞬间变得暧昧 弟弟嗅着半天生不起火 回来说好的烧铐直立延后 父亲不满地嘲讽 娇生惯养长大的儿子 连女婿咸鱼的一个脚趾头都比不上 说起来 咸鱼和海人到现在都没应 结缘抬起头 恰好看见这对小夫妻 缓缓向营地走来 某女士听他认识的女巫说 如果红会长坚持打猎会发生意外 所以会长将路线让给了海人 谁也没想到 出意外的人成了海人 据说是因为会长的前妻 出现在女巫的梦里 威胁要除掉她 某女士哭口婆心地说 看来你听女巫的话是没错的 野猪的皮很厚 必须一次射中要害 不然反而会更危险 岳母和小舅子都认为 咸鱼是瞎猫抓上死耗子 只有海人记得 咸鱼可是海军陆战队 特别警卫队出身 要不是他勇敢站出来 估计这群人现在只能对墓碑说话了 到了夜晚 咸鱼仍在森林里巡视 发现防护用的铁丝网 有人为简单的痕迹 本来是红会长要走的那条路线 会不会是有人故意把野猪放过去呢 隐胜在场 会长暂时不打算追修 用餐时 岳父特意给咸鱼加菜 暂时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还责怪服务生上的结梗是凉拌菜 他的宝贝女婿喜欢的可是探靠结梗 会长看上附近农家的一条狗 据说某次火灾时 还是他将主人的小儿子拖出房间 才阻止了悲剧发生 会长有医院买下他却被拒绝 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隐胜注意到这个细节 对他来说 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 不管什么狗 有无血统 隐胜都愿意出嫁一亿汉原 换走对农家有救命之恩的狗 秀之有些怀疑 他的妻子以前一直在美国生活 怎么韩云就这么流利 不过也对 岳父可是长春藤大学教授 交出一个知书打理 地久不佳的女儿也正常 可秀哲离开后 妻子端基就被一眼而尽 完全没了刚才贤淑的模样 咸宇叫出小舅子 实际浑身解数拖延时间 反正就是不肯进房间 可小舅子没空 他老婆还在里面等着呢 小舅子一眼看出来 咸宇真是害怕了 不敢进去 他尴尬地笑了起来 为了展示自己的男子气感 只能硬着头皮回了房 脚不尽地连着蚂蚁都踩不死 结果这些小动作都被海人尽收眼底 他的手受伤了 没办法脱衣服 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了咸宇 直到海人撩起头发 他还有一些愣神 都记不得是哪儿来的勇气 驱使自己伸出手 去解开扣子的 万世涵问了句 我也要脱吗 见过夫妻之间客气 可也没见过不熟的 此刻海人还在客厅里 回想着咸宇英雄救美的一幕 不知不觉脸都开始发烫 尤其当咸宇裹着浴袍走出来时 海人的眼睛都直了 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 缓解现在的尴尬 只能假借西子的名义躲进浴室 还不断回味 那几块腹肌是怎么回事 还有那没吹干的头发 到底是在模仿林氏的提莫西茶拉眉 还是年轻的小李子 海人忍不住冷哼一声 到底是在勾引谁呀 大半夜的 真是太刺激了 时间过去很久 两人都没有睡着 想着应该是床太小 不习惯 可海人记得 他第一次跟贤友回龙头村时 行用拙泥的借口 让他留在家中 之后 明明一直在门外排缓 却又害羞地不敢敲门 还是海人打开窗户 要他进来一起看月亮 那个房间是单人床 两人挤在一起 却睡得很香 现在睡在酒店家宽家大的双人床 却不能安睡 是床的问题 还是心的问题 一大早 那户人家找到隐身 想取消交易 换回对他们来说如家人一般的爱犬 隐身直接端起枪对准狗 吓得两人心惊胆战 关键时刻 闲鱼赶来 隐身才皮笑肉不笑 说自己是在开玩笑 他不解的问 为什么不能杀掉那只狗 就因为他有家人 那么被丢弃或是没主人的狗 是不是就没关系了 红家调查了森林入口的监控 除了那位人员以外 没有任何人经过 但监控里有一个黑衣人在入口徘徊过 看身形有点像会长的大儿子 隐身那番话让夫妻俩想起 二十几年前住在附近福利院的学生 曾对附近的牧羊犬下毒手 被抓到后 也说了和隐身相似的话 两人之间 莫非有什么联系 这个隐身 背后有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隐身通知海人 已经安排好赫尔曼会长跟他见面 还没来得及高兴 又收到脑流实验室的回应 他们也拿海人的并没有办法 眼看海乐琪娜就要到手 但是他快死了 买了好几座岛没去过 那么多限量款没穿过 收集的艺术品也都来不及欣赏 这也太可惜了 不过最可惜的 还是他那宝贝的丈夫 怎么以前就没发现 原来贤云那么温柔那么帅气 身上的每一寸肌肤 都散发着魅力的气息 海恩忍不住问助理 他有个朋友 觉得丈夫越来越帅 还想被丈夫宽阔的肩膀拥抱 怎么看都觉得 丈夫简直是个性感炸弹 是怎么回事 助理郑重地说 请您务必转告那位朋友 他一定要去拍脑部电脑断层扫描 绝对得大病了 海人也觉得 他脑子出问题了 一看到可怜的东西 就会生出怜悯 公司规定不能让外来小贩进来 可听说那人的孩子 住在保温箱 他想也没想就通融了 听说员工的母亲生病 海人也忍不住落下眼泪 可他以前可是冷血美女 怎么这么容易心软 难道是癌症导致的 与此同时 贤雨和岳父见了行人大伯 他承认去售猎场 只是为了见红会长一面 但某女士执意阻拦 到最后大伯都来不及 和会长说上一句话 岳父看出贤雨的尴尬 自从他入坠 家里数不清的官司等他处理 还要忍受委屈 真是辛苦他了 岳父问起某女士 大哥是否去过狩猎场 某女士否定了他的说法 还提醒岳父 大哥可能一直对他的地位 胡思丹丹 不能太相信他 海人妈担心傻儿子 秀着拿不下隐胜 派出一只巴基他的 格瑞斯前去跟踪 手段太低级 没多久就被隐胜发现 格瑞斯为了讨好他 还是觉得海人跟隐胜 才是最配的 隐胜反问格瑞斯 为什么当天要做那种事 妨碍他和海人 格瑞斯给出的解释是 谁也没想到贤雨 会突然跳出来英雄救美 贤雨在洪加利的宫 好友教他千万不要再默默无闻 而是要大方承认 其实当天他也很害怕野猪 不过为了海人的安危 还是决定勇敢站出来 以此夸大功劳 让洪加人对他刮目相看 不过前提是 一定不能让海人发现贤雨在演戏 否则他一定会被碎尸万段 与此同时 姐夫的拳击馆不断有学生退学 即将面临倒闭 姐姐出了个馊主意 要不直接去找海人 当面求他不要跟贤雨离婚 去之前 姐姐还特意看了姐姐连视剧 一般贵族家系的员工 就要看到老总亲戚的脸 就会立马让他进去 但现实是残忍的 两人被前台挡在了门外 连二楼都上不去 幸好海人刚回到公司 才将他们请上楼 临走前 姐夫还让前台放宽心 他绝对不会仗势欺人的 到了办公室 三人简单喊喧喧了一阵后 姐姐不断夸大邪云的好 还说理解海人的不容易 让他在婚姻里多多包容 反正姐姐一定会教育闲语 他生是红家的人 死是红家的鬼 还没说到离婚的事 就理提醒海人 马上要到和赫尔曼 会面的时间了 这场谈话只能被迫中断 等海人到了约定地点 赫尔曼竟然爽约 只有隐生在这里等他 然而聊起海勒奇纳的装修 赫尔曼的要求是楼中楼 必须要改变商场现有的结构 才能考虑和海人合作 另一边 姐姐又没有放弃 编辑短信继续求海人不要离婚 而贤尔也得知他擅自跑来公司 打去电话质问 姐姐这次还得知 海人根本不知道离婚的事 贤尔急得给海人拨去电话 可隐生脱模挂断 还关了机 当初微瞬间回来的海人根本不知情 隐生趁机挑拨离间 其实在狩猎场那天 贤尔犹犹豫国要不要拒救海人 但海人却觉得 这就是隐生和贤尔的区别 危及关头 隐生的目光在贤尔身上 可贤尔却一直在关注海人 说是这么说 海人还是忍不住多喝了几杯 隐生送海人回家时 他已经醉倒在车上 能抢身就站起来 当贤尔得知 今天没见到荷尔曼会长 只有海人和隐生两人独处 心里莫名生出一股醋意 看海人最惊惊的模样 贤尔本想趁机删掉姐姐发的短信 才知道他的手机落在车里 这样通知司机 海人又在口袋里翻到手机 眼看他即将看到短信 贤尔着急忙慌冲过去 男人的距离又更近一点 海人呆呆地看了好久 反手扣住贤尔的手 趁他没反应过来便吻了上去 说不知贤尔只是想删掉 他手机里的短信 男人走进房间 贤尔的眼睛一直停留在 海人的手机上 不知不觉走到了他的卧室前 一把拉住攥着手机的手 又不好意思地放开 海人挺害羞 想进来的话只说不就好了 他又不是不同意 幸好手机没电 海人一时半回看不到信息 趁他洗澡 贤尔像贼一样溜进房间 手机倒是开机了 但密码他又不知道 试了好几个还差点锁机 眼看时间一点点过去 他是为了最后一组数字 1031 还真解锁了 信息成功删除 贤尔怎么都没想到 海人的手机密码竟然会是1031 那是两人第一个宝宝的预产期 而贤尔精心设计的小夜灯 此刻还留在这个房间里 母亲知道女儿女婿去公司捣乱 气得恨不得揍他们一顿 一方要我离婚 一方完全不知情 又摊上这么爱捣乱的大姑子 贤尔的婚姻生活能好才怪了 本来两方刚成亲家时 海人妈就很不痛快 毕竟财力悬殊巨大 而贤尔家就只是农村出身 海人妈才不管他们家到底好不好 反正怎么想都觉得女儿不值 说不定是贤尔处心几率想当金龟婿 能少分斗好几十年呢 海人妈的态度 算是给贤尔妈心头扎了一根永久的刺 海人的早餐是一杯橙汁 想起这是前一天隐身的嘱咐 贤尔正吃醋呢 海人站起身缓缓靠近 他嘴都撅起来了 才知道海人只是想拿掉衣服上的脏东西 贤尔不断暗示 刚才的心跳加速只是因为害怕 可当他看到精心打扮的海人 缓缓从楼梯走下 呆得连话都说不完整 也听不进海人到底在说什么 他的妻子怎么就这么好看呢 怎么看都像是仙女下凡 让人挪不开眼 想着想着 脚步也不由欢快起来 接下来 就算贤尔努力去挑海人的刺 看他皱着眉头 一看就是要发火的暴脾气 脸睛灯那么大 真是够凶的 可喊人一笑 贤尔的心又花了 看到玻璃的反光都吓了一跳 海人时常穿高跟鞋走路 差点在电梯上半岛 贤尔下意识大喊一句小心 整个公司都在讨论 哪个疯子在百货大楼里乱叫 贤尔担心他受伤 特意买了双运动鞋 海人的反应是 他的鞋柜里都是昂贵的好鞋 怎么会塞这双大折祸 可这双鞋真是越看越好看 他还是收下了 让人不满的是 隐生经常会来公司找海人 说是为了海乐其难的攻势 但也不至于动手动脚吧 海人一脸交叉的笑语是怎么回事 就连好友都看出来 贤尔现在充满了嫉妒 但他还是要狡辩 都是逢场作戏 等我俘虏了他的心 你懂得我有分寸 在隐生的帮助下 海人和赫尔曼定了见面时间 刚开始 赫尔曼要求 海乐其难门面必须是楼中楼 但隐生给海人提供了线索 赫尔曼有一位情人 他的妻子又是脾气暴躁的绿身 一旦让妻子知道情人的存在 赫尔曼可能都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 这件事 可以成为威胁赫尔曼的好把柄 路过贩卖花生烧的小摊 贤尔想给海人带一份尝尝 好友戳破他的谎言 喝醉了记得给某人带吃的 不是爱是什么 此时海人发来短信 要告诉贤尔一个好消息 难道他要修改遗嘱 把财产全都留给贤尔 他一路小跑就回家 花生烧都还是热乎的 看到桌子上的文件 不会真的是遗嘱吧 遗嘱嘱激动的内心打开一看 贤尔傻眼了 那是欧洲最具权威的癌症中心寄来的 他们的研究报告表明 海人这并有51%的给予几率 贤尔的心情大起大落 海人还以为他是太开心说不出话 实际上跑出房间的他 恨不得直接泪死在原地算了 51 多么残酷的数字 一旦海人治疗成功 那贤尔还是摆脱不了噩梦般的生活 又当保姆又当奴隶 还要被别人监视 光是想想 他都感觉自己老了几十岁 那还是离婚比较现实 但如果提出离婚 海人会不会随便掏出一把枪 直接杀了他 做了一夜噩梦 刚起床就看见隐生到访家中 海人要为隐生泡咖啡 贤尔也抢着多药一杯 贤尔疑惑 平时他从来不空服喝咖啡 贤尔只能尴尬地笑笑 对隐生炫耀 你看我太太多关心我 说不定满脑子里装的都是我 隐生也不甘示弱 说海人总是找他帮忙 还说只有他能依靠 真是伤脑筋 贤尔气不过 找到海人质问 为什么之前他摸海人的头发 海人觉得弄坏发型会生气 凭什么隐生就可以摸 这吃醋的母鸭太明显了 海人的心里忍不住乐开的花 隐生在家里待了多久 贤尔就在外面监视了多久 忍不住嘟呢 怎么就有人笑起来这么叫人闲 下一秒 隐生就关闭了电动窗帘 咸鱼也不甘心 直接趴下看他到最后一秒 甚至躲到门外偷听 一有风吹草动立马闯进去 偏偏小只子秀着也想跟隐生合作 各种巴结 将咸鱼赶出去 顺带关上了门 海人妈调查了隐生 他平时接触的都是大案人物 其中有一个叫罗伯特贝利的 被移为美国避险基金传奇人物 隐生就是他最得意的弟子 但隐生目前只答应跟海人合作 一旦海乐奇纳进驻 海人就能加入一兆俱乐部 到时候红氏集团就是他的囊中之物 秀着半个字都拿不到 说不知这些话 都是隐生安排格瑞斯去煽风点火的 海人妈和海人下来不目 认定是海人调步离间 隐生才不肯和秀哲合作 真是个自私自利 坏到骨子里的女人 一番话输出 海人记得差点晕倒 还是闲夜即时赶到 又一次无逆岳母 将海人送回房休息 咸语以为 海人一直隐瞒病情 是害怕被家人抢作财产 可今天 海人说了真话 他的父母已经失去过一次孩子 何必再让他们担惊受怕一次 反正海人已经被当作不孝女 他不想成为 对家人来说更可怕的存在 隐姓联手格瑞斯 又骗与红会长友好的李氏们 李亚红是集团股票做担保 投资基金 投资金额很高 但是回报率高达90% 没有任何人会拒绝 他们还调查到 集团会计组长 宋正范 经常偷偷挖走公司资金 这些证据一旦交给金融租税调查部 红会长就得接受检方调查 说不定还有牢狱之灾 红会长最恨的就是监狱和背叛 当年大儿子误信残言 以为红会长要将贪污栽赃到他身上 为了活命 大儿子将红会长出卖给检方 自己则准备坐上会长的位置 如果是陌生人 或许红会长早就原谅了 可他遭受的是亲儿子的背叛 说放下弹劾容易 回到家 某女士为会长准备了晚餐 他说起曾经 在小巷里卖报纸 擦鞋 晚上睡在街上 盖着报纸 用了60年 才走到今天的位置 如今他最想念的 就是母亲做的热汤 感叹某女士的烹饪 简直就像母亲活过来 为她做的一样 百货公司来了对无奈夫妻 化妆品购买超过8个月 也已经用完了 想退款不说 还有赔偿 海人倒好感到 看见这一幕 在顾客想动时的前一刻 静止抓住他的手腕 海人哪是好惹的 百货公司只规定 需要接待顾客 不用接待暴力的犯罪者 更何况他们还损坏了 公司财物 光是这两条 都鼓他们吃一壶 微观的群众们 都忍不住为海人大声叫好 另一边 咸鱼爸准备竞选 下一届龙头村村长 但他的竞争对手朔薰 一直在使用卑劣手段 还抱了村民的吃喝 只为给自己拉票 到了演讲环节 朔薰已经赢得了 大部分明星 咸鱼爸明显处于劣势 村民甚至还嘲讽 他连儿媳都管不住 结婚这么久也没来看一眼 花音刚落 地面震动 几辆黑车带着大货车 驶进龙头村 缓缓走进来的 正是百货公司女王 红海人 他一出场 整个局势瞬间逆转 比起朔薰那些小手段 海人送的高级补品 更能赢得村民的心 要说请客 谁能请得过他 这种大手臂的人 这场选举的赢家是谁 自然不用说 与此同时 海人在村庄闲逛时 又犯病了 赶回家的闲雨 没看见他的身影 急得快要把村庄 翻个底朝天 一直到了天黑 海人还在外面游荡 突然出现了闲雨 就像他的天神一般 这次 闲雨又求了他 其实在很小的时候 男人就相识了 他们在同一个学校读书 海人即将去美国留学 但总有传闻说 他不是去美国 而是要进精神病院 离开学校前 海人不小心摔了一跤 还是闲雨即时出现 递给他创口贴 男人的羁绊 或许从那个时候就产生了 结婚三年分之两年 夫妻俩好不容易共处一室 又被当作侯一样围观 海人的头发湿了 闲雨家里的电吹风 年纪跟他差不多大 还要把线折起来才能使用 几个小时前 海人犯病失忆 在想想迷了路 看到他身上数不清的伤痕 闲雨感到一阵心疼 闲雨妈召集家里人开会 两人想离婚的时候 绝对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闲雨爸是个大嘴巴 早就把这件事捅给了好友 好友的速度也是真快 转身说给了他的母亲 不过母亲看上去痴痴傻傻 都能把闲雨爸认成自己的丈夫 应该不会到处乱讲 闲雨处理好海人身上的伤口 一抬头 四目相对 屋里的气氛变得暧昧 在海人闭眼的一瞬间 闲雨克制住内心的冲动 扔下他跑出了房间 这样擅自离开 可能会吓到海人 回去吧 又会吓到自己 毕竟进去了可能就出不来了 海人也很不明白闲雨的行为 他有那么可怕吗 姐夫经常被姐姐处罚 在外面待上一个小时才能回家 已经见怪不怪了 闲雨的电话无人接听 海人发起的短信成了疑毒 等了半天又只有三个字 先睡吧 意思是要把他一个亲近大小姐 扔在一边 喊人向来是个倔脾气 谁说啥 他就是要烦着来 走出门找闲雨 碰巧听见他说 要等自己睡着了才回去 记得转身就回了房间 其实 闲雨一直以为 他对海人的爱已经消失了 不管海人发生了什么 他都可以觉得不要紧 只要引颈期盼离婚的那天就可以了 但现在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刚才说的一切都做不到了 两年前 海人失去了孩子 他没有一丝有欲 令人清理掉精心准备的婴儿房 闲雨惊润于他的冷血 将自己的东西全部搬进婴儿房 就此开始了分居生活 他没有察觉到海人的故作坚强 其实两人都一样 在痛苦中健康了好久 看见有关孩子的东西 海人会难过 想撕掉必抄罩 却又舍不得 两人都绷着情绪 不肯先对方一步开口 感情也就慢慢变了位 海人在床上坐了一整晚 天刚亮就急着离开 村民们恭候在大门 好我的母亲难得恢复神志 拉着闲雨说离婚没什么大不了 紧一瞬间又犯病了 还叫闲雨把大汉丈夫的名字 好在海人并没有放在心上 红家什么都有 就是缺少爱 海人妈又和海人水火不容 感受到村民们 以及闲雨一家的热情 海人的心里一阵温暖 连上车时 闲雨都没有和海人说一句话 姐姐不禁为他们感到惋惜 曾经俩人的关系如此要好 怎么说变就变了 四年前 姐姐扔下一打签 让海人不要再痴心妄想得到闲雨 毕竟家里有几十头牛 好几苹果园 就连闲雨的房子都是全租 而不是月租 想和她相亲的大公司员工喊了去了 她话刚进行到一半 闲雨就赶来救场 认真向海人保证 不管别人说什么 她都会一心一意爱海人一辈子 就连姐姐都觉得 那时候的闲雨真是帅呆了 回到红家 闲雨贴心地为海人打伞 她再相解释 昨晚没事是因为认床 绝对不是在等闲雨 雨越下越大 打湿了闲雨的肩膀 海人的语气没有变 却不忘提醒闲雨拿好雨伞 隐胜早早等候在此 她懒过海人的肩膀 挑衅地看了一眼闲雨 这些天来 她频繁出入红家 举止行为向着了家里的主人 来之前 格瑞斯就透露过 夫妻俩早就分房睡觉 从他们对彼此的态度来看 格瑞斯的情报没有错 两人的关系有了裂缝 只要用点合适的手段 就能轻松击溃 红家的房子是红会长特意设计的 地下室口是有房间相通 从这里可以去往每一户房间 还建设了密室和避难所 海人知道母亲想拉拢隐身 随便找了个借口离开 海人的脾气向来暴躁 弟弟修哲忍不住叹息 就要还是她太优秀了 不过为了姐姐 她一直在放慢步伐 生怕海人会自卑 隐身很震惊 原来她有在放慢步伐吗 真是一点也没看出来 修哲一直在设计复合式度假村 其中包含两栋五星级酒店 免税店等等设施 需要两兆左右资金 隐身已经答应会投资 她的基金会 以中东使用资金为基础 看上去十分可靠 但嫌疑提出 应该先评估用地的事宜性 并且免税店等等设施 也要经过政府许可 随便投入两兆有欠妥当 红会长决定先听取她的意见 对用地进行评估 森林的那户农家拿到了行车记录仪 可以查看打猎当天经过的人 但内存容量不大 影像可能会有缺失 还原需要私填时间 与此同时 某女士在为红会长准备菜单 考虑到她的精神问题 接下来的餐点 只能准备豆子和鸡胸肉 姑姑一直认为 某女士留在父亲身边 是有所图谋 再加上父亲只爱吃她酿造的酱油 谁知道里面到底放了什么东西 某女士神色不变 支开其他人后锁上大门 还毁掉了厨房的监控 她撕下温柔的外皮 扯着姑姑的头发狠狠叫醒一番 但红会长根本不信 即便某女士今后承认 红会长都觉得 她是为了袒护姑姑 所以才会撒谎 姑姑找到一家侦探社 让她帮忙调查某女士的身份 二十年来 姑姑虽然讨厌某女士 却对她一无所知 俗话说知己知彼 白战不殆 只有了解 才能知道应对的方法 海勒奇纳的调查团队 已经到了集团 关键时刻 海人又犯病了 她感觉到身处一片严寒 迈不动脚步 一个温暖的怀抱将她拉回现实 但这次解救她的人确是隐胜 德国研究所治疗脑癌的方法 是要从患者血液中提取免疫细胞 改造成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 强化其击杀肿瘤细胞的能力 成功几率超50% 但海人的白血球数量太低 无法提取细胞 这种情况下 研究所也不会展开治疗 只能等白血球数量提高再说 但海人哪还有时间再等 在医院检查的姑姑 偷听到全部对话 留着了海人的病情 明白一下已强势世人的侄女 其实都是在伪装 姑姑平时疯疯癫癫不着调 但整个家里 除了闲瘀 也就有她最关心海人 多年以前 姑姑有位好友 明能逃过癌症的魔状 不免也担心起海人的状态 2014年 摩纳哥王室为了修上宫殿 还买了大批拿破仑的遗物 红会长最喜欢的就是拿破仑 曾经还在福利院做过专题演讲 年幼的隐生牢牢记住她的话 如今 精准拿下红会长的心 还夸展她和拿破仑很像 都是创造奇迹的主角 海人决定独自前往德国治疗 不肯让任何人陪同 姑姑质问贤瑜 明明都已经知道海人患病 为什么总让她一人离去 海人表面倔强 心里却一直期盼贤瑜会来找她 可等了很久 连一个短信都没有 等到贤瑜想通拨去电话 海人心灰意冷地关了机 没有海人在身边 贤瑜却不像想象中那么轻松 嘴上在回复好友的碎碎念 心已经跟着海人飘去了德国 海人在医院里等了很久 换上病号服后 看着镜子中憔悴的脸 不免有些担忧 另一边 贤瑜看着海人的采访视频 画面里的她说着自己的梦想 希望能够和丈夫像以前一样 继续手牵着手散步 瞬间 泪水打湿了眼眶 她鼓足勇气面对自己的心意 拉上最快一趟前往德国的航班 和韩国医生说的一样 要从海人体内分离出免疫细胞相当困难 想要治疗 还是需要时间 可她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 等待回国航班途中 大脑又失控了 她忘了自己在哪 在做什么 等到回国神来 已经身处于无忧工钱 就在她不知所措时 突然传来贤瑜呼唤她的声音 她以为出现了幻觉 直到贤瑜站在面前 还为她换上运动鞋 那种真实的触感 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 结婚时 海人承诺绝对不会让贤瑜流下眼泪 可她婚后的生活 简直每天都是眼泪半饭 作为惩罚 她保证要一辈子待在海人身边 而这 正是海人所需要的 夫妻俩终于解开心结 紧紧相拥 路过的老人感叹他们的感情 想起了自己和妻子 但海人还在为癌症忧心 此前 她想试试从未尝过的泡面 虽然不太健康 可以想到没吃过就死了 总觉得有点冤 顺便还说起 等到她离世的那天 希望贤瑜不要祭拜她 只需要在桌子上 放几个限量款包包 或者听一下对手会说她什么坏话 把这些人告到倾家荡产 如果贤瑜要哭的话 就在摄像机下哭就好了 即使她躺在棺材里 应该也是能看到的 最重要的是 母亲逼她写了份婚前遗嘱 一毛钱都不留给贤瑜 现在她想改掉 这也是贤瑜的心愿 可不知为何 她竟没有一丝喜悦 这期盼喊人会好起来 秀珍和妻子都会结婚多年 以及被她当作傻子对待 然而第一次相亲时 秀珍就谈言有姐姐恐惧症 也不知道她发现多会 实际年龄比她大五岁 会是什么表情 海人妈每年都会准备 上好的百年山生 给秀珍补身体 姑姑想把山生送给海人 但海人妈却觉得 那么强壮的人吃这种东西 是想要成为超人守护地球吗 秀珍也不情愿 她都吃了二十年山生了 凭什么把这种待遇让给海人 海人爸哑的蜗牛破了壳 每天要喂蛋壳才能补身体 姑姑触景伤情 想到了海人 只能用酒精麻痹自己 但海人爸却误以为 她又来骗酒喝了 咸语两人在德国的酒店住下 电视台全是德语 看不懂 关了电视又是一阵尴尬 明明都想解除分居 也不肯先开口 在卧室门口僵持了好一阵 咸语才试探性问出 能不能一起睡觉 海人假装端着架子 踮起的脚出满了她的情绪 缓缓憋出一句 从今天开始都可以睡在一起 可到了床上 两人又开始不自在 海人提起海乐其娜的百货 代表出了车祸 她的丈夫只在乎遗产 会分到手里多少 海人对咸语倒是满意 在得知他生病时 咸语第一句话是 我爱你 在那之后 从没提过遗嘱和财产的事 咳嗽一下就大惊小怪 彻夜未免都要搜索癌症病情 说着说着 咸语心里虚得要死 如果让海人知道 一开始他是在计划修改遗嘱 会不会被一个手刀劈成两半 德国研究所对癌症的研究结果 实际上只针对成功几率高的患者治疗 研究数据并不准确 海人得知他们可以治疗癌症后 资助了100万美金感谢费 但他们没有进行治疗的行为 可视为欺骗 在嫌疑的一通威胁下 研究所长答应 可以适时有个叫奈维血天的注射疗法 提高白血球数量 海人并有了新的希望 格瑞斯通风报信 多慧在列上的行动 被行车记录一拍了下来 要不是隐身帮忙处理 他早就被红家驱逐了 不仅如此 多慧总是躲在庭院里抽烟 格瑞斯为了帮他删除录像 都学会了剪辑 客厅里的海人妈 听见懒儿模糊的争吵 格瑞斯为了转移注意 只好化身按摩室躲过一劫 他还没忘了挑拨离间 说贤语已经知道了遗嘱的事 最近好像一直有所行动 说不定是想抢走秀者的那份财产 秀者却红会长好好考虑 多家村的建设 多慧看到傻机的丈夫 想起两人初次相遇的那天 年幼的隐身拿球砸了秀者 海人冲上前保护他 等到两人都离开 多慧才上前安慰他 还说要做秀者的妻子 却遭到了拒绝 没想到现在 多慧美梦成真 还有了个儿子 姑姑怀疑这孩子和秀者一点也不像 格瑞斯帮忙打圆场 已经做过亲子鉴定了 倒是秀者气得不行 骂谁都可以 就是不能欺负他的宝贝妻子 再说了 儿子多好啊 虽然眉毛鼻子头发 还有脚趾都不像 但他确认这绝对是自己的孩子 自从海人去过龙头村后 不少年轻人都慕名来访 在他做过的餐桌拍照 打卡他去过的每一个地方 美其名曰富豪的疗愈之旅 就连海人抱的狗 都成了网红 数十年来 咸语爸费尽心思宣传龙头村都不行 海人只是来了半天 这里瞬间成了抱货的网红村 但遗憾的是 海人吃了一口苹果 村子里的代表水果就成了苹果 可咸语爸刚开始 是想把龙头村改为离之乡 咸语在德国偶遇白人美女搭讪 海人咬牙切齿站出来宣誓主权 看到咸语一脸享受 又翻起旧账 听说龙头村校长的女儿 是咸语的初恋 会不会远远看到那个人都很开心 甚至会为了多看她一眼 还会绕远路 真是越想越气 与此同时 红家来了批修理工 需要修理豪宅的监控 实际上却是格瑞斯请来 为了打开闲鱼的保险柜 看到里面藏着的离婚协议 格瑞斯不禁笑出了声 在德国的这段时光 算是弥补了夫妻俩分居的遗憾 他们在大街上游荡 尝试各种街边小吃 彼此的手碰到的一瞬间 心里的小鹿又开始碰碰直撞 几天后 海人胖了整整三公斤 免疫力提高 就能进行耐维血天注射 临近手术室 海人看见一个男孩的身影 思绪瞬间被打乱 他跟随男孩跑出研究所 等男孩一回头 某些不愿回想的记忆 瞬间涌入脑海 秀哲得知海人失踪 记得在周围找了整整一个小时 前方有人出了车祸 他焦急冲上前 还好 不是海人 就在这时 海人回来了 他冷静地说起 那个小男孩 长得像极了他的哥哥 红秀婉 小时候 海人跌进了海中 哥哥为了救他 再也没能睁眼看这个世界 在那之后 母亲再也没能原谅海人 这件事 也成了海人心中的刺 他总觉得抢了哥哥的生活 直到现在都愧疚自责 总听别人说 此前会有亲人来接应 现在看来应该是时间到了 隐生送的话 挂在了会客厅正中央 他有意提起 自己和其他公司 正在谈合作 不免让洪会长担心 多家村的投资 或不担心 集团的宋主长 侵占公司130亿韩元 还捏造财务报表 洪会长可能也会被警方传唤 某女士无意间在桌子边 发现窃听器 这种大小 可以在半径两公里内 发现微波接收器 管家带人排查整都豪宅 在贤宇的房间里 找到了接收器 谁也没发现 隐生送来的话里 还有一枚监视器 海人和贤宇出国好些天 是有人想要栽赃也说不定 之前送去 还原行车记录仪的商铺 关了门 但贤宇早有准备 他在对面停好的车 应该拍下了一切 约此同时 姑姑调查到某女士的 真实身份 是本哥在30年前 就死去的吴顺荣 据说他还有一个私生子 吴顺荣隐藏身份 躲在洪会长身边 有怎样的目的 另一边 洪会长挑开贤宇的保险箱 发现了那份留婚协议 格瑞斯趁热打帖 说贤宇最近和一个律师朋友 走得很近 据说那个律师 还是在对手的事务所上班 合理怀疑窃听计划 就是贤宇和对手联手干的 海人收到家里的短信 也看到了离婚协议 贤宇没有狡辩 承认他是想过要离婚 那一刻 他忘记海人绝望的眼神 也是不知该怎么解释 回想起两人结婚前 贤宇担心他会淋雨 将唯一一把雨伞递给他 自己却选择淋雨回家 坐在车里 海人让司机放慢速度 待待地看了贤宇好久 从那时起 他就在心里 有了和对方厮守终身的想法 难道这份情意 最终还是被辜负吗 街道上的人群缓缓离去 两人挂上那爱情所留在原地 回到房间里的海人失了神 望着贤宇紧握着他的手 直觉讽刺 他不想再听贤宇的解释 抽开手转身离去 电梯门关上前一刻 两人四目相对 却也再没开口说上一句话 海人想着贤宇的温柔 想着他的奋不顾身 原来一切都只是个梦罢了 在他即将离世时 温柔却残忍着异象 海人又犯病了 等他反应过来时 已置身于车流中 货车急驰而来 他反应不急 还是贤宇冲过来 将他拉近怀抱 像以前一样充满关心的话语 可海人再也感受不到丝毫爱意 他推开贤宇的手 心像被撕裂一般难受 秀哲得知贤宇想要离婚 感叹到怪不得 他最近对海人万般迁就 原来是早有准备 不过按照贤宇那种柔弱的性格 可能幕后还有人在指使 想到前几天 看见姑姑和贤宇争吵 莫非他们在说什么惊天秘密 海人的白雪球数量 以及淋巴球数量比例没有提升 那也为雪天疗法并无效果 医生最好的建议 只能是让他充满求生意志 海人坚持出院 对贤宇的关心示弱无睹 望向他的背影 贤宇心中只剩下内疚 却还是坚持之上去抓住海人的手 违心地说着和他在一起本就痛苦 直到听说海人三个月后就会离世 才感到无比庆幸 一切的示弱讨好 只是为了让海人修改遗嘱 贤宇用极端的方式 唤醒他愤怒的情绪 让他鼓足精神准备离婚官司 将死亡抛中脑后 第一轮行政结束 但律师团队认为调查不会到此为止 侯会长迟早要收到传票 被检方传唤 问题是这么大的投资合约就在眼前 若这件事被投资方知道 很可能签约就毁了 眼下最震傲的 是让秀哲出面 立刻和隐身完成签约 杜家村一旦开始施工 用地先高导致时刻有问题的事 就会传到共同投资者耳朵 清掌问题爆出来 洪家人一个个进监狱 隐身就能行使转换权 取得女王集团的股份 成为巨大股东 洪家就嫌于宠被离婚的事召开会议 他曾是公司的议员 离开之前必须让监察组查个一清二楚 他的电脑 会计资料 手机账户等都要做数据鉴定 喊人也决定 但凡发现一丁点侵占 或是非法危害公司的行为 绝对不能放过 洪家有所行动 好友为嫌于感到担忧 他却只记得喊人流泪的模样 一神恼怒自己竟然伤害了喊人 连好友都看出来 咸于真的动心了 但喊人如此火猫三丈 肯定会想办法折腾咸于 他不以为意 因为只有这样 喊人才会有活下去的动力 咸于指出合同的猫腻 银生和秀哲签下多家村工程 又推荐了顾问公司 预估年龄人是五千亿 但行政结果就有八百九十亿韩元左右 其中有很大的问题 但秀哲根本不信咸于的说辞 咸于只好找到洪会长 解释说集团送组长的文件 一直都是由赵理事签贺 照片旁边的人 是集团外部会计事务所黄代表 然而是大学同学 宋组长侵占公司财产五年 却从没被发现 很可能就是事务所从中作梗 并且幕后一定有人操控 也肯定是操控者设计了窃听器那一幕 但那个人是谁 咸于并不清楚 与此同时 一直在监视的隐身 打电话给赵理事通风报信 咸于妈做了个怪梦 心虚不逆 特意给嫌疑打句电话询问 喊人妈拿着她放在外面的手机 和亲家母通话 表示已经得知了离婚的事 在两人结婚当天 亲家母万般嘱托 不要干涉小两口的事 他们才会幸福 但现在闹成这个样子 他们离婚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某女士劝喊人妈不要冲动 多想想当事人的心情 姑姑赶过来打探消息 还瞪了某女士好几眼 她牢记侦探的叮嘱 像某女士这种高段位的坏胚子 没有证据就出手 出求的只能是自己 姑姑旁敲侧接打探某女士的身世 没想到马上就被转移了话题 将矛盾又引到姑姑身上 而她也因为担心海人 懒得再跟某女士计较 海人在离婚协议上盖了章 她终于明白 为何姑姑每次离婚 都要把前夫折磨个半死 海人也要让咸于气惨地滚出红家 但咸于告诉她 千万不要和隐胜走得太近 本来两人很久都没联系 如今突然出现 还牵扯了度假村投资 以及海乐琴娜的合约 并且咸于将行车 记录于宋秋的店铺 在隐胜出现后 老板就消失了 实在太可疑 海人身着红色战袍 重装上阵 又恢复了之前大女主的气质 闪亮的配饰 差点闪下旁人的双眼 只有秘书清楚 海人穿得越华丽 就越是心情不好 那就表示大家都死定了 有人不慎将咖啡撒在资料上 本以为要被海人抽筋扒皮 可他却温柔地表示 现在任何事 都不能盖过他对某件事的愤怒 监察组来公司调查 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海人针对闲鱼的大战 然而秘书开始对照彼此的行程 确保他们不会见面 引发更大的问题 就连日常工作 也是由秘书们口头转述 这次大战史无前例 火腰味充斥着整个公司 秘书们代号猫头鹰和老鹰 随时确认海人和咸鱼的动向 即便他们交换情报局时 意外还是发生了 咸鱼秘书发送简讯时 忘了咸鱼也在群组里 而海人也和他们搭上同一班电梯 两人这谈话像子弹 无形在众人之间穿梭 几乎每个员工都受了内伤 集团高层们用股票做担保的投资 出了问题 照理是完成隐身的计划 准备逃离国外 并且永远不再回国 与此同时 被买通的保姆翻出私自的病例单 拍照发给了隐身 想起在喊人包里看见的药品 隐身突然明白了什么 咸鱼四处打听照片中的手表 得知这是龙德弗雷迪克的限量款 全球总共发行十只 要找的购买者应该不会太困难 另一边 秀哲学自行车时摔倒 母亲很心疼 从小到大 连抖一点的滑梯 她都不让秀哲玩 一直让秀哲活在保护下 但她现在坚持学车 就是为了某天能教会儿子 听到这番话 都会在心里产生了变化 秘书跟踪贤雨 查到她总是鬼鬼祟祟在顶楼花扑边 叫着一个女生 殷叔的名字 但喊人不意外 这个殷叔 她知道是谁 跟踪贤雨的保镖将她的动线做成了表格 她下班之后 经常一个人去打棒球 或是去一家家常饭馆吃晚餐 之后就会去家附近的小学跑步 边跑边唱歌 还大叫 唯一私底下见的生物 就只有一只猫 很奇怪 却又没有任何异常 而且贤雨的手机里全是喊人的照片 哪个想要离婚的男人 会把妻子拍得这么漂亮 由此可见 贤雨离婚肯定不是因为外遇 喊人查了贤雨的账户 她偶尔会去数百万韩元 同一天 她必定要在红墨法花店刷卡30万 今天也买了花 送给一个叫金敏智的女人 找到人才知道 金敏智其实是百货公司的员工 她母亲因病去世 嫌疑代表汉人送了慰问金 还为其举办葬礼 看着灵堂的风格和装饰 以及为死者调眼的亲人 汉人不禁去想 她离开的那一天 有人会为她真心哭泣吗 海勒吉娜的合作即将敲定 有了赫尔曼的把柄 她同意撤销楼中楼的要求 建筑手续费也只需要8% 但前提是必须由海勒吉娜总公司 亲自招聘员工 海人问及隐身为何要帮她 隐身只说 她想要韩人和贤雨离婚 由她来填补海人生病的空位 贤雨调查了隐身的过往 她12岁时被韩国家庭收养 养父母不是有钱人 后来却有了优渥的生活 再之后 他们遭遇车祸离世 整件事情都非常可疑 与此同时 某女士找到隐身 亲切地换了一句 儿子却遭到隐身冷眼相待 在洪家见到某女士第一眼 她就认出那是母亲 某女士回忆着以往的悲惨遭遇 也希望哪天可以把儿子抱在怀里 而现在要做的 就是联合起来把洪家人赶出去 占领他们曾拥有的一切 某女士为表忠心 贡献名下所有资产 让洪会长解决眼前的问题 并愿意替她坐牢 洪会长不清楚某女士的计划 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咸语回家时 偶遇在路边喂猫的海人 她为对方披上外套 海人没有拒绝 却忘了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也忘了这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 记忆着停留在去德国治疗之前 咸语生出莫名的恐惧 紧紧把她拥有怀中 听海人说着爱她 那一刻 心里的疼痛急剧放大 咸语虽然贪恋她的温柔 却更想海人怀着愤怒 只有这样 她才有活下去的希望 在咸语的帮助下 海人找回被她遗忘的记忆 再经历一次 海人会心痛 双眼不自觉泛起泪光 虽然根本不能接受咸语要跟自己离婚 但事情就是如此 容不得她不承认 海人觉得很可笑 明明她刚才还以爱人的姿态 想吃着咸语的拥抱 再回过神来 两方已经在写律师谈判 文森佐态度很强硬 绝不接受协商 她指出咸语离婚协议上的声明 是两人性格不合 但海人可是含着金汤匙的美女夫三代 任谁来看都会觉得 这种身份性格不好很正常 一旦离婚 海人不就丢脸丢大法了吗 最好的方法 是宣告两人工作太忙 渐行渐远 所以才和平离婚 咸语倒是无所谓离婚的原因 反正不管怎么说 那都不是真的 海人回忆着和咸语的过往 那时候她还不知道自己是宏家千金 两人站在地铁里 即使很拥挤 可有了咸语的陪伴 她也算体会到不一样的人生 记得四年前第一次正式约会 海人抱下整个海洋馆 咸语还在疑惑最佳约会地点 怎么空无一人时 海人就偷偷对监控时眼色 命令工作人员赶紧换爱情音乐 咸语不禁感叹 看来是老天都在为他们的爱情铺路 毕竟不管去哪 现场总是只剩他们两人 于是 咸语单膝下跪 为她戴上早就准备好的求婚戒指 但如今 只剩下喊人一日 看见咸语异天的行程发呆 她决定去感受咸语的生活 在投币式棒球馆 打了好几个小时棒球 又去了家常菜馆 偏偏碰上咸语和郝尔也到这里用餐 吓得她连点菜都要笑声 偷听到两人的谈话 才知道咸语虽然每天都在被宏家打压 可她发自真心不想离开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可以和海人在一起 隐生调查到海人常服用的药物 供效是治疗恶性神经肿瘤 她攥着一根项链 回想起幼时 从一条恶犬口中救下海人 自己却因此受了伤 还挨了狗主人一个巴掌 海人站出来为她说话 因为海人是宏家女儿的身份 狗主人才罢休 当时没有一个人大理隐生 除了海人 她小心翼翼用手帕给隐生包扎 等海人离开后 隐生捡起她掉落的项链 而这根项链 为她当作宝贝一般保存至今 夜深 海人回了家 隐生拉着她的手 问她为何还不把闲鱼赶出公司 红氏集团 以及海人真正需要的人 是她隐生才对 可海人却说 她考虑了很久 决定放弃海勒奇兰的进驻 赫尔曼会长会同意签约 是因为隐生而不是她 那种利用他人的想法 让海人心里很愧疚 但隐生却意味深长地问她 如果有一天你一无所有 还会这么想吗 格瑞斯怂恿海人妈 尽早夺走 咸语法务理事的职位 亲战姆打了一电话 要求和海人妈见面 出发前 她特意置了女儿的理发店 要做一个充满歉意 但也不会太卑微的发行 一见面 咸语妈就表示了诚意 指责贤语太冲动 总是不考虑后果 但海人妈坚持认为 是贤语安排她作秀 这样才能分配到更多的财产 两方谈话 最终不欢而散 贤语妈受惊委屈 贤语调查到那块手表的 十位顾客名单 就一位是韩国人 六年前在曼哈顿 第五大道的门市买下 另一边 隐生一直跟踪海人 却被突然冲过来的跑车拦下 走下来的人 竟然是闲语 她早就知道 秘书偷偷给隐生通风报信 不费摧毁之力就掏出了行踪 而在隐生的手腕上 正好就戴着那块限量款手表 秀哲的度假村预定地附近五军营 几次三番沟通都不肯迁移 之前联系的国土部自长不接电话 这也就意味着秀哲的投资计划 全都告吹了 红会长打了电话 秀哲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 才敢挂断电话 不然又要挨一通责骂 这个时候 秀哲倒是想起咸鱼了 他极力讨好 承认是被隐生一人的条件吸引 勤急之下才会签约 邱贤宇帮忙处理度假村的意外 他不仅是海军陆战队出身 还是特别警卫部队 一定有办法 红氏集团的度假村正面临利空 本来计划的90层高楼酒店 因附近的军营 必须降低到39层 酒店预计收入大幅减少 投资者要求提前偿还投资金 好在有贤宇的帮助 他仔细调查了 军营以及酒店的地形 给出一个最稳妥的解决方案 按理来说 事情应该圆满结束 但投资者们仍然坚持撤资 例如是红会长的金库守门人 正在被检方调查 没有任何公司愿意冒风险投资 贤宇又收到消息 影响要单独投资 度假村9000亿韩元 红会长接受他的好意 正准备盖工章 贤宇又冲了进来 法务组之前就对投资合约提过意见 假如业主风险造成问题 会长其有的6.7%股份 都会转给影代表的基金 可某女士几天前告诉红会长 女巫让她放心投资 如果有人阻拦 那个人才是想要谋害公司 之前在狩猎场 女巫救了会长的命 这次 她也要不遗余力相信某女士的话 在这之后 嫌疑的门禁卡失效 公司账户也被注销 保安组要求她将有关公司的一切全都上交 干干净净离开集团 还是海人即使出来救场 不过她也不理解 为何贤宇要撕皮赖脸留在这里 深月刚走出公司 又被姑姑拦截 她不关心公司现状 只在乎贤宇为何坚持离婚 到底是不是有了别的女人 但贤宇却说 就算离婚 她也会待在海人身边 并找到是谁安装了窃听器 以至谁想把她赶出公司 而姑姑 早就有了怀疑的人选 某女士 她本名吴顺荣 有一个私生子 盗用别人的身份 骗了洪家人数十年 侦探见过吴顺荣服刑时的狱卒 得知她把儿子送进福利院 正是狩猎场附近 福利院院长早已过世 但农户记得 隐身和福利院的一个小孩很像 所有信息串联在一起 先与脑海中冒出一个不安的想法 与此同时 会长将集团的决定权 全都交给某女士 她假意推脱后 照单全收 差点没抑制住眼里的贪婪 并且 属于红会长妻子的传家戒指 也被某女士成功夺走 姑姑恼怒红会长有眼无珠 错心一个虚伪的小人 将她的真实身份全盘托出 某女士仍旧像往常一般示弱 红会长万分心痛 甚至要将姑姑送进精神病院 她怒从心中起 恶向胆边生 纠种某女士的头发 红会长奇迹败坏 甩了她一个巴掌 数十年来 这还是父亲第一次对她动手 好在姑姑成功扯下某女士的头发 让侦探做DNA鉴定 看见她阴阴流泪红肿的双眼 谁都明白 她受了天大的委屈 今天是红会长80岁大寿 秀哲的表现 也决定她是否能成为红氏继承人 但多会心里清楚 这次的红梅宴过后 红家将不复存在 社会名流全都到场 为红会长庆祝 格瑞斯偷偷潜入安保室 关闭所有监控 方便隐身安排的人顺利到场 而多会早就带着孩子离开 准备登机 秀哲为红会长精心准备了节目 玩偶一出场 现场所有人一阵尴尬 只有秀哲注意到 多会并不在她的位置上 秀哲回到家里寻找妻子 我是一片狼藉 桌子上放着多会留下的一封信 刹那间 她只觉天崩地裂 出门太急 秀哲忘了带汽车钥匙 她骑上自行车 笨拙地前行 即便摔倒也艰难地爬起 生怕晚一秒 就会和多会相隔万里 可不管她如何呼喊 那个人 再也听不见了 战定结果很快出来了 贤雨拨起电话通知红会长 某女士和隐身 确认为母子关系 而集团大量的股份 已经留下隐身手里 挂断电话 红会长还来不及问 心脏传来一阵刺痛 而某女士 主动承认在 红会长的药里动了手脚 但她不会立马救死 只有昏迷 某女士才能成为她的代理人 清醒的最后一刻 红会长听见她问 为什么不相信贤雨和姑姑 反而相信她呢 红家人这道消息赶到医院 可只有经过带领人的允许 保安才会放心 而现在的代理人 以及法定监护人 正是某女士 她还不忘嘲讽 红会长得多不信任这些子女 才会委托她来圈圈处理意外情况 这次 红市集团业主全家的经营权被剥夺 某女士自然而然投靠隐身 红家人一夜之间失踪 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就连贤雨家人 也没再收到她的音讯 夜里 一辆车缓缓开向龙头村 闲雨终于露面 还带来了海人 以及红家余下的所有人 虽然很别扭 但他们不得不承认 从现在开始 就要靠一只看不尽的 亲家帮衔了